欢迎收听Coco早餐 希望你能够有一个 在这个金钱支出上 其实不必要过于庞大 可是在实质的回馈上面呢 却让你跟你的亲爱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身边的所爱的人呢 能够快乐的度过今年的圣诞节 祝福大家都有愉快的圣诞假日 今天是22号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崭新观点看两岸 On the Road旅读中国杂志的 企划主编邝介文先生 要给我们介绍的是 战争与和平的生死场 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 南京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 在1988年开放探亲以后 南京被认为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很多的南京人私下都愿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之下 其实是让这个南京很难 在经济发展上茁壮成长的 可是也很凑巧的是 比方浙江是蒋介石先生的家乡 由于他带着国民党的部队来到台湾 所以浙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 不服从中共领导的一个省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浙江却因为如此变成了共党统治的画外之名 反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却享受了一个专权统治的发展里面的自由化 所以浙江现在的经济在中国大陆都是首屈一指的 那当然更别讲说广东的沿海省份 广东这个地方由于临近香港 我们访问过的赵施乐小姐 她也说了她从小看的是香港跟台湾的电视台 所以她一直以为中共政权的模式 跟她所看到的电视是一样的 等到长大之后才发觉截然不同 因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介绍的南京的大屠杀 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多次不符事实的篡改 但是很多当事人都认为这是真实的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也做了如此的揭露 我自己的父母是194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 当他们讲到日本人对中国当时的居民 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统治 中国的残杀虐待 以及残暴 其实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而且是记忆非常的恐惧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听听邝介文 他从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来看 怎么样回首南京这个地方 怎么样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 来看看这个生死场域里面的不同的过去 跟现在和当然我们如何看这一座城市的未来 南京这个是关于这个地方有非常多部的电影 这些电影等一下我们也来介绍给各位咯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礼拜五要为各位所做的是人物的访问了 今天我们要访问一位年轻的企业的接班人 各位很多人大概都听过 深恒昌这个免税集团 那深恒昌免税集团到底它是怎么样来经营的 而深恒昌究竟跟其他国家的免税的集团 是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品牌 深恒昌自己是有品牌的哦 在内湖他有旗舰店 如果你进去那个当然因为一般的台湾人 大概不太能够买东西 你要拿到这个护照啊 才有免税的在机场去领货 那可是这家店呢 他这个有自己开发自己的品牌 而深恒昌呢 他们的年轻的接班人呢 叫做江建廷 这位二代的经营者 他自己是小留学生 可是他就选择去当兵 然后在当兵的历练当中来接班 听他们讲这个一个免税集团的经营啊 其实是有不同的经营模式 而在这一波蔡英文总统 接任总统之后 大陆的观光客骤然的降低 到底免税的事业有哪些影响 据我知道从2015年开始 一直到16年17年 他们的业务量从过去的高峰期 降低了50%又50% 但是深恒昌居然还在前阵子说 他们可以加薪6% 这是怎么做到的 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 年轻的二代的经营者 深恒昌的总经理江建廷 他怎么来接班 而台湾的深恒昌的这样的免税的品牌 他怎么可以做到国际化 其实我们在机场或者是在每个国家旅游的时候 怎么去看免税行业的经营 这倒是一门不同的学问 今天我们来看看 在各大媒体当中 比较重要的新闻 当然是昨天行政院所通过的空污法 对于燃油汽车所做的2040年的一个禁令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其他的重大的新闻上面 这个肯亚的这个台湾的炸气犯在中国大陆被重判呢 昨天我看到有些媒体就来说 你们这个当时对这个案件说 希望台湾人能够回到台湾被审判的人 为什么现在不讲话 那为什么现在不讲话 是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话了 然后你共产党是专横无比 而且你把台湾当成是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人的评论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跟中国共产党说 司法的判决的主权是在台湾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台湾现在一直失衡的 把这个效忠的对象 或者是把你对于反对的选举上面 你所挫败的那个盛方的仇恨 转移到另外一个 其实你过去也是仇恨的对象的话 那我想不仅是心理上的错乱跟分裂 同时也是实质上的自我伤害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王炳中这个案子 其实据我了解 昨天有几位这个大概是相关的调局的人士 跟我们的绿营里面的党政人士 帮忙去打探到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就是王炳中林明正侯汉廷 以及陈思俊和王炳中的父亲 跟王炳中父亲的秘书 为什么会被以证人的身份约谈呢 那当然就是因为调查局在相关的案件当中 他们查到了一些资料跟证据 那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来提供各界做参考 那当然未来的发展是如何 我们或许可以尽心的来观察 第二局在去搜索王炳中这位证人的家的时候 遭遇到了一个脸书直播 那连比较倾向于支持民进党政府的自由时报都说 这个是调查局栽跟斗 而很多的这个新闻界人士也怀疑 这是不是调查局里面的人故意要给蔡英文难堪 但是我们昨天在访问段一康委员的时候 段一康委员平常性格非常的大炮行 讲话也很直白 但是他却并不认为如此 他觉得这个就是你经验不够 你没有想到有一个直播 而且也没有想到要带锁匠去 所以双方讲此了45分钟 那为什么是证人的身份呢 当然一开始因为搜索资料完了之后要比对资料 会不会变成被告 那个或许还可以啊 这个啊继续来参考啊 那像马英九在三中案里面原来也是证人嘛 后来变成被告 马英九的三中案也被约寻了有14.5小时啊 那这个啊关于王炳中案 据了解王炳中的相关人士 他的亲人当中的账户出现了一笔莫名的500万台币 而这个台币的来源是哪里 分给了谁啊 这些资料正在比对当中 王炳中是新党的成员 新党有一个外围组织叫做新中华儿女学会 新中华儿女学会常常招揽中学生大学生 到中国大陆去参加营队参加论坛 而还可以跟政协人大相关的共产党的高级的干部见面 那到底这些经费是哪里来的 他的目的是要替共产党发展组织吗 啊那啊 侯安庭有一个中华复兴社 那最严重的是 他们还在外围当中成立了一个 类似军事训练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名字是两个字 那这两个字 跟这个所谓战争时期 中共人民解放军要攻台 来要求领应外合这个目标 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类似军事训练的组织 他的目标动机 跟最后的终极的指示 就是战时管用听从党的指挥 所谓战时管用听从党的指挥 在战争上的术语 就是在对岸攻击我们的时候 要领应外合 也因此王秉中他们 到底有没有拿中国共产党的钱 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然后交付台湾政府的秘密文件等等 才是关键之所在 我们大家慢慢来观察 都不建认 我们先不建认 帮助我 看法 中文件 都不建认 可是你 只能